好 另外一个大家非常关注的 也就是由于这次的台南杀警案 大家也开始关心远警的用枪时机了 由于现行的法规绑手绑脚 导致远警在弃捕的过程当中 恐怕会因为一个犹豫是否要开枪 以错失了良机而深陷险境 蔡总统下令推动警械使用条例加速修法 内政部强调修法放宽警械使用规定 已经在进行当中 由国家来负第一层的赔偿责任 让远警执法没有后顾之忧 不过在过去曾经因为开枪制止嫌犯 而吃上了业务过失致死官司的远警张锦益 他在今天也出面替基层远警来发声 南杀的人如果起了歹念 靠近他们绝对跑不掉 感慨同袍执勤不幸丧命 2013年曾因开枪制止逃犯 不慎击中犯人致死的远警张锦益 当年被家属以执法过当告上法院 虽然最后无罪定议 但缠送六年多身心俱疲 替远警执法权益站出来发声 六年多每一天都是煎熬 输了我家里还有起脚要痒 开完枪之后报告写不完 持续上法院不用枪 全台北市的救测车一次来再不完 开枪上法院不开进医院 站在第一线的远警 在与嫌犯对峙的庞大压力下 得判断正确用枪时机 却碍于法令绑手绑脚 2秒到3秒钟让你去反应 紧急使用条例不是不足是太过 越改越多框框架架一大堆 我不敢拔枪啊 不要再写报告了 口头说明让远警大胆用枪 更肃切的大胆的用枪 让警察勇于直往 依法子弹出去就得想半天 政府启动修法总统也下令加速 让远警依法执行没有后顾之忧 放宽警线使用条例 检讨法令 强化防弹防刺装备 保护远警 避免汗事再发生 见女生刘伟辰台报道